先诺讲说 临近一时代的民政党人才多多 他本身也把原产业不发展的 不做可惜的是 栽在接班人 对啊 民政党当时 因为我本身是来自槟城 所以槟城人对民政党 是有特殊的感情的 这点不容否认 我这里讲的槟城人 是指上了年级的槟城人 并不是现在20岁以下的槟城人 或者是30岁以下的槟城人 那么30岁以下的槟城人 对民政党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的 只不过把民政党当作是 另外一个政党 就是另外一个政党而已 但是30岁以上 40岁50岁 像我这个年龄层 以及我宅辈 我父母亲的那个年龄层 对民政党是非常有感情的 或者是非常有感觉 或者是口碑不错的 因为他们确实把病者治理得很好啊 那么在那个时候 当林静毅还在的时候呢 其实有一次我有机会访问林静毅 我访问他的时候是200 过了308 OK过了308 应该是2009年吧 OK2009年的 2009年的时候过了308 那个时候就有问他很多问题 我记得那个时候的访问是在BU8 就是雪州民政党的总部 在那个时候呢 林静毅 已故林静毅在BU8 他有一间的这个office 然后就在那个地方访问他 然后就有提到说 在陪接班人之类的这个东西 那个时候呢 林静毅就讲说 民政党如果要反省的话呢 他必须至少要经历两届以上 就是过了两届大选 他才能够反省 那么现在已经是2008是第一次 然后2013是第二次 然后2018是第三次 2020年是第四次 已经过了四次 过了三次 2008也不算的话 过了三次 民政党还是没有办法反省 还是在槟城吃鸡蛋 所以在那个时候 就有问 就有问 这个谁 就问林静毅说 顿 那时他已经是顿了 OK 就问顿怎么看 丁城民政党的这个接班人 他说 其实在那一个时候 在徐子跟上京的时候 他们已经有安排接班人了 在那个时候就有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接班 就是 哎呀谁啊 就忘记他们的这个名字了 丁福南 然后李嘉全 谢观泰 还有 邓张耀 OK 就这四个人 如果没记错的话 如果记错的话 朋友们请你纠正一下 因为太久了 太久了 事情 那么他就说 其实这班人是有的 那么他也讲了 他也讲了他跟马哈迪 过朝的一个事情 就在1990年 在1990年的时候 两线自满 所以在那个时候 行动党只差三息 他就拿下兵城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 其实他们也 民政党内部也 已经知道说 1990年的大学是一场 硬仗 是不容易打的 所以在那个时候 他们已经有栽培了 不同的人 那个时候有三个博士 三个博士在 民政党的阵营里头 第一个博士是 徐治根博士 第二个博士是 江曾成博士 第三个博士是 吴清德博士 OK 那么他们在 让这些人 进入 周一会里头 准备解放 但是 90年的大学 林昌又 暴冷输给了林吉祥 所以在那个时候 他们就 民政党内部就 就说 哎呀 这次糟糕了 该怎么样呢 这个首席部长的席位 会不会丢掉 因为在那个时候 巫统的单一的议席 是最多的 民政党是少过巫统 但是民政党 如果加上 这个 那时马华 马华应该还有一些议席 不过最大 国阵最大党呢 是巫统 OK 所以那个时候 林静就有说 林静 OK OK 丁富南 谢观泰 李嘉全 跟邓张耀 OK好 谢谢小编的提醒 OK 我的麦 我的麦OK吗 我的麦的声音 OK 希望我的麦的声音 OK 那么 在那个时候 林静就讲了一个小故事 我印象很深刻 那么从他的那个小故事呢 我也觉得 林静真的是 是他的这个政治智慧一流 然后他是以退为进 在那个时候 他就见老马 那么 他见老马就讲说 现在怎样 我民政党的一些 少过 少过你们屋头 那么这个首席部长的智慧 你拿去啦 你拿去啦 叫他都睡 你拿去啦 那么老马也说 No 老马说 不可以 我不可以拿掉 民政党的这个 首席部长的 这个洗胃的 如果拿掉这个洗胃的话 拿掉这个首长的这个职位的话呢 那么 反弹会跟他 变成 你们拿回去 你们拿回去 民政党 你做 你选你的这个 首席部长 选你们自己做 但是乌统呢 我要多一些的官职 在那个时候开始 90年开始呢 就多了一个副首席部长 OK 也多了一个副首席部长的这个职位 那么 当时的第一个副首席部长 第一位副首席部长呢 就是Ibrahim Saan 我记得Ibrahim Saan 因为 这位领袖呢 也是有点高傲的 有点串串底的 然后他是 安华的 好朋友 可以这样讲安华的老朋友 好朋友 因为当时 我是相当意气风发嘛 对不对 OK 好 那么 在那个时候呢 林静一就清点了 徐子庚做 首席部长 那么他就 把名字称给马哈迪哦 马哈迪对徐子庚 可能在那个时候 有点保留吧 OK 根据 根据林静一的这个 身体 body language 告诉他 OK 那么其实 当时 马哈迪 是提另外一个人的名字 他不是提 马哈迪跟 林静一过招的 根据林静一的这个转述 也相当精彩 他就没有直接 拒绝徐子庚 他就讲说 不是 不是 不是吴清德吗 吴清德现在也离开人世了 不是吴清德吗 不是吴清德吗 然后林静一讲 没有没有 徐子庚 徐子庚 然后他再生 他再生跟老马确认 徐子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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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他似乎用那种执行 用那种植物的方式 告诉老马说 OK 他把徐子庚的名字 打进去老马的这个记忆里 跟他的心里 然后他在跟他谈完了之后 就跟老马握手 这个是林静一行之讲的 他跟老马握手 握手的时候 他再一次讲到 Cosuk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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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他的演讲是非常精彩的 他把那一段的历史 讲到很有味道 我没有办法很好的去转述 当时访问林静一时候 他讲故事的那个神态 我没有办法去模仿 OK 我真的没有他的这个才华 但是他讲的这个 他讲的这段历史 我听的真的是惊惊有味 可惜在那个时候 20 应该是2009年吧 没有用video拍下来 他讲这段历史的这个画面 没有只有通过文字 跟那个recorder 跟那个tap上来而已 很可惜 OK 这个是有点 讲的有点远了 不过我觉得这段历史是很精彩的 OK 很精彩的